为了方便市民外出宽度大随值 多种公共交通工具今晚会交强服务 文桥康报道 为了方便市民外出迎接晚年 港铁年30晚列车会通宵行驶 额外加开800多班池 维持3分半至15分钟一班 但就不包括机场快线 迪士尼线和部分轻铁线 罗湖和洛马州站也会在平常时间关闭 接驳西铁线的港铁巴士 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凌晨2点 为了缩到人流 一些比较繁忙的车站 例如黄大仙和铜锣湾 今晚就会实施特别人潮管制措施 至于九巴就会加开9条特别巴士线 通宵行驶 又会延长43条巴士线的服务时间 20分钟至到个半钟头不等 森巴和城巴个别路线 也会延长服务时间 巴士公司提醒市民 维远一带今晚6点开始 警方会封路 途径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和改站 亚洲电视记者文桥康报导 有团体为独居长者安排吃团年饭 令他们可以在大随直一起分享节日欢乐 邮静问部 虽然未到大年初一 这批老人家都有共同的愿望 当然希望身体健康 大家个个都赚多些 不少独居的长者都是靠纵援或者三国金生活 有慈善团体为他们提供丰富的团年饭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主办团体认为有很多老人家的子女 都要为生活奔波 希望在这里能够为他们送上另一份关怀 就算有子女根本没有时间来 或者要寻食 幸好的固然之有机会 也有机会去吃一餐 但是也有很多他们其实是没有亲人的 有些真的没有子女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 不要说在大事大事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遗忘 或者很冷清地去过 希望在这个节日都带一些温暖给他们 除了团年饭之外 亚洲电视记者邱静文报导 大年初一尖沙咀举行花车巡游 预计吸引10万人沿途观看 今年的表演阵容 包括不少第一次来香港的国际表演队伍 陈俊彦来看看 今个农历新年有这一批美女 气氛一定更加热闹 这一队美国的啦啦队 已经是第二次在新年来香港表演 它是很热的 我们来自18度的温暖 所以它是很高兴 在温暖的表演 除了美国的队伍 还有加勒比的狂热风情 带出嘉年华的气氛 今年的花车巡游 一共有13架花车 21支的表演队伍 其中8支的国际队伍 更是第一次参加 例如这一队超过40年历史的 荷兰单车乐队 就会一边踩着改装过的单车 一边以童馆乐器演奏 他们希望将荷兰的传统文化 展示给香港的观众 我们的车车车车 是改装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弦奏 它们的车车车车车车 因为它们需要与两手 我们是一般的韩国的衣服 我们是屋红衣服 所以在香港表演 我认为是一个厉害 花车巡游表演 将会在初一的8点开始 警方会在下午5点起 在文化中心和中楼 一带分阶段封路 如果大家初一的时候 看得不够后的话 不要紧 因为旅馆局还安排 这些国际表演队伍 初二初三分崩 到大埔临村和各区的商场表演 大家到时就可以再留意一下 云州电视记者陈俊彦报道